到了40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40以后我们的餐饮是这样子 我们每天所摄取的食物或者是热量 转换成热量以后 那跟我们每天所消耗的能量是一个很大差距 我们摄取了很多很多 可是我们消耗非常少 那怎么办 消耗非常少 那这些能量跑到哪去呢 这多余而没有使用的能量 也就是说我们饮食和消耗不成正比 我们吃了很多很多 可是我们每天消耗的比减少了很多 那怎么办呢 当然这些多余的食物不会凭空消失 他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或者没有被用的能量 他就最后呢 这食物没有燃烧成转成能量 他就会转成三个东西 不管是你吃的转成一样东西 不管你吃的是蛋白 蛋白质高蛋白也好 什么肉也都好 油脂肪或者是碳水化合物 就是什么面包类 饭面类这些东西呢 最后最后他会做什么呢 最后他只做了一个动作 就把它转换成这些东西 多余的没有食用的 这些食物转化不了能量的 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多热量 那怎么办 他就会转化成一个叫做 肥脂肪 而这脂肪就会开始堆积起来 那这些转化成 多余的量 它会堆积在哪里呢 堆积在三个常见的地方 一个叫做皮下 在我们的皮肤 那个皮质底下 就是常常我们的肚子里面 我们的那个大肚狼 就是在皮下 甚至我们的两个臭 那个两臭的下端 就很多 再来就是我们的屁股 这些都是油脂 比较常堆积的地方 好那再来第二个大的 就是奥克 就是我们的内脏 各个内脏都会堆积在那边 所以我们常说 心包油心包油 肝也会包油 每个气管都会包油 肺部也会包油 肾也会包油 肾也会包油 其实不只是心脏而已 所以脑也可能会 好那因为脑 就是大部分都是由脑 油来组成的 我们脑的细胞很多油脂 所以还不至于所谓的脑 如果脑积油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那已经是大概 大概早就活不了了 好那 那具可怕的还有一个叫做 Vascular 就是血管壁 血管壁上堆积脂肪 好那这些堆积脂肪 就会演变成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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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慢性疾病 这些慢性疾病 我们很多都是医师会告诉你原因不明 或者跟你讲这是基因或者遗传 那其实以最近的研究来说 都是因为这些脂肪堆积 它堆积在心脏 我们夹心症 就是除了心包油以外 我们血管都阻塞 所以我们是夹心症 心脚痛 那血管的动脉 里面都是油 或者是我们叫脂肪堆积 所以整个血管就收缩 就变狭窄 我们就叫狭心症 常常心脏病的病人 再来 如果它堆积在我们脑的血管 那脑就中风 这两个是我们去担心的 然后知道说我们要避疫防的 可是还有更多 如果堆积在肾脏 你的肾小球那边的 本来的血管 并且有一个细胞那么大 如果它堆了脂肪以后 它怎么有发过滤你的血液 的杂质 或者你要排泄出来的东西 当然排泄不了 所以你整个肾小球 如果是堆满的脂肪 那你的过滤功能就没了 所以你肾功能就开始坏掉 你肾功能是无法硬做的 所以最后洗肾也有可能 再来如果堆积在 比如说血管被阻塞了 就是我们肾上线 那肾上线主要就是 在提供你的 就是佛企啦 一些功能的 那这些也就开始有障碍 那如果堆积在搞完的血管 那当然你的 堆积在子宫血管 那这些都是会有性功能障碍的 一些原因产生 那堆积在胰脏呢 那更可怕 就是糖尿病 所以很多人以为说糖尿病 糖尿病叫什么来的 可以告诉你一堆 正正的 大概目前好几篇文章 就告诉你 好几百篇 文章告诉你 那是脂肪堆积在血管 就是胰脏的血管 跟胰脏的四周围 然后把这个胰脏细胞给堵住了 让血液循环不够 让它缺血 那在缺氧缺血底下 我们所谓的 有一个名字叫hypoxia 就是那个血液不足 那在不足底下 它当然各种细胞的功能就下降 它的效率也下降 所以糖尿病就是这样开始产生的 那堆积在我们的 liver 就是我们肝呢 那就是脂肪肝 脂肪肝慢慢慢慢堆积了 血液不够了 它就坏死 大量坏死 再后就 就变成 用纤维化来替代 那外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肝硬化 最后慢慢可能会变成癌症 那如果堆积在我们的一些 一些 那些磨烧血管呢 那大概就是 开始会高血压 甚至微血管呢 会老化 就微血管死掉 那皮肤就皱下去了 那些皮肤 那些微血管在滋养我们皮肤的 全部会 会collapse 会凹陷 那你看到我们的那个皱纹 那都是因为这个微血管 坏死 那微血管坏死的很多原因 就是因为被阻塞了 再来痛风 再来癌症 这些这些 都几乎跟脂肪堆积 逃不了关系 我们当然说 糖 是因为糖引起的 其实最后糖呢 它转成脂肪 是脂肪堆积之后引起的 所以这就是可怕的地方 就是当我们的 营养过失后 就会开始很可怕 就剩下 产生这些症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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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